民族的同路也有天好 民族的生活 奶奶像我愛你像 五谷新政理環保啦啦隊 活潑逗趣的演出 充分傳達做環保 愛地球的觀念 为了加強推廣資源回收 共創循環經濟效益 環保署16号邀及全国各縣市環保局 及村里長代表 在三重區順德里 举辦循環經濟 減食曾經活動 宣告全國村里支收站設置起跑 同時為順德里黃金支收站示範點 舉行接牌儀式 新北市副市長葉慧卿指出 新北市黃金支收站政策 自100年8月推動至今 目前已達到303站 除了鼓勵民眾以支收物換取綠色商品 也將七成變賣所得 作為里內的公益基金 成功達到資源循環 永續發展的目標 新北市在民國100年8月就開始推動黃金支收站 這是一個支援生態的循環系統 這個系統我們鼓勵我們在地的里民 把有用的資源有價值的資源回收之後 然後可以換取綠色的商品 順德里長李洪志也開心分享經驗 他表示在成立黃金支收站後 不僅里內變乾淨 志工還利用回收基金打造開心農場 香草植物園區等樂活空間 此外也定期舉辦老人共餐 讓長輩開心走出家門享受生命價值 他希望每個人都能落實資源回收 留給後代子孫一個乾淨美麗的地球 凱博大臺北世衛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